對,因為我覺得是第一次代言吧 然後我其實等於說我也沒有其他經驗可以參考 我不知道其他人代言是用什麼方式 可是我覺得因為綠城是一個很特別的企業 就是他是台灣第三家B型企業 那他們的理念或是什麼可能是要用傳達的 他可能沒有辦法就短短幾秒的廣告就結束 所以我就覺得那如果我們用文字來推廣理念 就是我是代言理念的方式會比較好 所以我就要很了解他才可以 而且因為我自己也很喜歡 就是綠城他們可能最常講的一句話就是 余涵喜歡最重要 所以我就覺得他們對我很好 就是會就是我們是很有交流的 我們是互相學習然後投入彼此的工作領域 然後做一個工作這樣我覺得很棒 那你回到私底下也是一個傳統簡單的生活的意義嗎 對我覺得其實就是因為我們生活就是工作就是 戲劇有很多也需要做功課 然後可能角色會有各式各樣的角色 所以回到自己生活我希望盡量簡單 這樣你才可以容納很多想法跟角色 所以在私底下的時候我希望是比較近恐的 可能不需要太多的東西 然後也不需要太複雜的一些交進 就是喜歡一個人